慈濟的故事今天先看到台南有一户人家 老妈妈听力不好又患有慢性病 近半年来呢两个儿子还接连小中风 这样的家庭平均当然很难好好来打理房子 前阵子又遇上台风 屋内漏水没有办法处理 散发出了腐臭味 找了慈濟志工来帮忙 两个中风了 没有工作了 坡坡耳朵听不见了 一八十岁了 也没在工作了 所以我都看他们生活过得很辛苦 我有帮忙他们的生活费 但是我也没办法整理 太脏了嘛 里面的东西 都不能吃的吗 打开都有味道 冰箱上下层以为冲天 行为很让人家受不了头 那个头都很阴 会恶心想要出 这要回座吧 这也挺 这也挺 这也挺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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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书桌则破旧不堪 房屋漏雨 家具几乎泡水腐烂 楼上楼下借力大动员 词词 现在有哐大家 你看 我在先把 出来的 ай 来看 我们要被猫输了 眼睛又紧得很多走过去 就闻到一股臭味 刚好人家在说实际很好 我一去问真的很好 大家都讲得也很好 你看拍那么多人来帮忙 什么都很好 我都很感动 没了夫妻的名分 但情犹在 29位志工联寿 脏乱杂乱不堪的家 终于明亮整洁 因为天气也热 也是好多好几天没有寻找 这样子就请师傅把他赶工 把这个厕所先做好 长期堆积很多东西 所以有点乱 你环境不会生的话 他人住起来也身体也不会很好 实际我也要去 对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很多人 太有爱心了 是 我也真的太感动了 唯有付诸行动才能让爱永无止息 带一新闻正审美职工 郭明娟 吴雅慧 郭雨萱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雅慧 吴雅慧 〈谓吴雅〉 感谢观看